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呢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 人为什么要工作 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因为呢 我的一个学生啊,这个是 跟我学习了啊,差不多要七年了啊 这是,应该他从初三的时候就在跟我上网课啊 那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是大学 这个要毕业了吧 那是准备着要出国啊 然后呢,他发了一条推啊 他说呢,这个我觉得我这个人啊 对知识的渴望完全是像青春期的男孩 对初恋的情感一样热烈且不可遏制 我喜欢媒介石、艺术史、文化、社会学 与生活相关的也充满热情 比如摄影和乐理 但是每次都苦于身边的资源不够 这些喜欢的领域得不到很好的指导 也许我的余生会继续排斥工作 一直贫穷躲在知识的海洋里打滚 其实这个青年人啊,能够像他这样啊 就是对知识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 然后对这个整个的未知的世界充满了这个向往 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样的年轻人越多越好 是的 但是呢,这孩子呢 就是在他这里边啊 所表达的我作为一个老师啊 尤其是他的老师啊 可以说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啊 他现在也在那个 在听我的这个油管啊 然后呢,也在跟我一起在读圣经啊 也认识了神啊 真是感谢上帝 那么我作为老师呢 我就会注意到这里边有哪些问题暴露出来了啊 这个也可以说是教师的职业病啊 但是也是因为呢 这个我觉得我和这个孩子有一种啊 就是不同一般的关系啊 一般情况下我要是看到陌生人呢 我不会给人家在那上边啊 指导啊什么的 因为那人家自己的事儿是不是啊 但是这个是我的学生嘛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呢,不要排斥工作啊 人必须劳苦工作 这是神的旨意 工作和知识并不是对立的 不要为自己的懒惰 找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孩子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啊 他说这个啊 这个我还是 我还是真的是懒惰啊 就是这个一点呢 一点呢 这个这个不否认啊 我是挺懒的啊 然后呢 然后他接着说 他说我暂时呢 对于工作的理解啊 我是认为呢 工作和学习啊 这个是对立的啊 很多工种是以生命 紧紧换取的是工资啊 然后呢 剩下一肚子的气和满身的疲惫 我有这样的朋友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 所以还是要跟随神的带领吧 没准我有一天就想通了呢 我说呢 我就给他说 我说你想想啊 雅各做苦工二十年啊 摩西出埃及前逃亡四十年 在米殿啊 也是做苦工啊 然后呢 出埃及后 在旷野这四十年 又是啊 这个辛苦做工啊 真是没有休息过 从来没有休息过 雅各当时呢 就是到他的舅父拉班那里啊 去起妻是吧 其实是逃亡啊 那么看中了这个拉姐 想娶拉姐是吧 结果呢 他的舅父说 你得给我干七年 是吧 结果干了七年 他舅舅呢 说行 已经干满了 是吧 雅各说干满了 你让我结婚吧 说好啊 结婚吧 结果呢 过完凳凰花烛夜 第二天早上正眼一看 原来娶的不是拉姐 是拉姐的姐姐丽雅 是吧 雅各就去找这个拉班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个不守约呀 是吧 那个拉班说 我们这没那规矩啊 这个 这个大女儿没结婚 怎么能让二女儿结婚呢 是吧 如果你还想娶拉姐的话 你再给我干七年 这个雅各没办法 因为他太爱拉姐了 然后他就又干了七年 那注意那七年 那是没黑没夜的干活啊 那没有没有双修 没有什么节假式啊 然后呢 这个 哎 又满了七年 又娶了拉姐 然后呢 他就想 想 我这个 娶妻生子了 是吧 我在这都干了14年了 我是不是应该 这个 这个回家了 是吧 哎 结果呢 拉班说 这个 我不能让你走 是吧 哎 你在我这呢 这个 这个神祝福啊 是吧 我这个牛羊什么的 财产都越来越多了啊 你就跟我这生活吧 多好啊 哎 然后呢又跟拉班谈判啊 什么啊 这个将来有了什么啊 什么什么 这个牛啊 羊啊 是吧 哪些种类的都归你 我呢 只要一些什么什么样的 然后你怎么样 就这样 你又干了6年 他就真的是在这个拉班纳里光做苦工就做了20年 那么就是后来离开拉班啊 带着自己一家老小啊 然后返回啊 这个雇员 又哪里休息过呢 终生都没有休息过啊 再想想什么亚伯拉罕呢 是吧 什么约瑟呀 是吧 哎呀 什么这些人大胃呀 是吧 哪有人休息过呀 没有人休息过 没有人说从此我就可以安息了 没有啊 就是你会 你要一直工作啊 真的是要一直工作啊 你像美国人啊 美国人民真的是人家一直要工作到 工作到 大部分人我看啊 都是工作到将近70岁啊 真的是 如果能活到70岁 那因为美国人确实比较长寿啊 那如果要想有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就是要劳苦做工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是你应该应该付出的代价啊 这个是你的公价 这是应该付出的代价 这也是呢 当这个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 上帝说了 那你必须 男人呢 你必须要汗流满面 是吧 面朝黄土背朝天 你要劳苦做工啊 然后呢 从这个荆棘里呢 才能结出果实来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比喻 是吧 那女人呢 你必须要承受这种生产的 十月怀胎 以及生产的痛苦 是吧 然后你才能呢 分娩生命 所以说这个是人之常理啊 这是人之常情 当然了 好义勿劳也是人之常情 哎呀 谁不想休息啊 是吧 谁不想着这个 这个睡到日上三竿再起来 甚至像大卫那样 是吧 大卫也想过休息啊 是吧 大卫当做了王之后啊 做了以色列的王 平定了天下之后 然后这个和清海燕 是吧 然后觉得 嗯 我这个不错了 然后 自己呢 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 是吧 哎 起来之后 六六十吧 是吧 王公 这个楼顶上走一走 转一圈 是吧 急目远眺 看到一个美女在那里洗澡 就看到了自己的部下 赫人乌利亚的七八十八 因为八十八当时呢 是月经期结束了 然后呢 这个行这个捷径礼 结果就被大卫给看到了 啊 然后呢 结果就发生了后来一系列的这个悲剧 啊 大卫呢 先是啊 这个啊 抢夺 抢夺八十八 是吧 然后结果八十八 怀孕了 怀孕之后 才又想让乌利亚呢 回来跟八十八这个同房 啊 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 啊 我我赐你回家和你的妻子 是吧 这个喜乐一下 是吧 结果呢 乌利亚又是一个特别忠诚的人 怎么可能呢 元帅们 士兵们 将士们 我的战友们都在前线 我怎么能回家呢 不 我就在这个外面 这个 这个 啊 住军 我不回家 连续几个晚上都不回家 大卫没办法了 就是啊 给自己的元帅约牙 送了一封密信 还是让乌利亚带回去的 啊 让 想办法 把这个乌利亚杀掉 然后乌利亚死了 大卫呢 就把八十八接到宫里 这就变成了他的妻子 结果因为这件事情呢 上帝就开始惩罚大卫啊 一系列的惩罚 后来的 啊 他的这个 呃 这个 三子压杀龙 是吧 杀掉了 啊 就是 奸淫了 那压杀龙的 同胞妹妹 他妈的 他们的 他们的同父 异母的哥哥 安嫩 也就是大卫的长子 啊 因为大卫娶了 好多好多好多老婆呀 所以说这个 这些老婆 给他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 啊 那你想 就发生了这个 窝里斗啊 啊 然后最后呢 导致 这个 也是压杀龙 再后来呢 又谋反 啊 然后呢 又 把大卫呢 就是赶逐出去 耶路撒冷啊 那真是 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上啊 非常惨痛的啊 也是大卫这个王朝非常惨痛的啊 一个教训啊 什么原因 追溯一下 看看 就是因为大卫不好好工作 哈哈 不想工作了 是吧 哎 我睡到这个 睡到日上三竿都不行 睡到太阳偏西了 才起来 然后 保暖 私眼医院 所以人真的是要工作 哈哈 给大家讲这个历史啊 就人真的是要工作 你不工作呢 你 你就 你就不配得 你这个生活中 能够荣耀上帝的那些奖赏 你肯定得不到 那么 是不是说一定的就是要卖苦力才叫工作呢 不是啊 是吧 这个工作有很多种 你热爱知识 你可以努力的哈 就是这个获取知识 然后将来你用你的知识去工作呀 是不是 比如说像我 我不就就是用知识在工作吗 是吧 你让我去做体力劳动 我真做不了 不擅长 不会 这个用俗话来说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看体力劳动人 眼里不出气的人 我眼里看不见活 我今天早上跟斯蒂文还说呢 我说 我不是啊 就是说懒惰 可能也有点懒惰 我说呢 是因为呢 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些事情要怎么做 收拾家务啊 然后什么规整这个那个的 但我觉得这一切他们都带的挺好的 干嘛要去规制他呀 而且规制了之后 我对我来讲不方便 我找什么都找不到了 我就忘了 然后这人跟人不一样啊 我说 所以说让我去做physical的这个劳动啊 对我来讲是一种折磨 我不擅长 我也做不好 但是我适合做脑力劳动啊 然后呢 我脑力劳动 我就一会儿一个新点子啊 然后火花闪耀是吧 哎 然后呢 我也乐此不疲 我整天我的这个大脑啊 这个飞速运转啊 这不一样 人跟人是不同的 就是但是 可但是 是吧 你一定要自食其力 对不对 哎 你一定要自食其力 那就是如果你在你 就是靠脑力劳动 你没有办法自食其力的时候 你也要也要做好准备 就是什么 去做一些其他的 是吧 然后能够让自己自食其力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看西方的孩子 人家成年之后 那就肯定就离开家庭 离开 如果是成年之后不离开家庭 仍然在家里住着 那么你要出房租 如果在家里 还要在家里吃饭 你要付伙食费 这正常的呀 是吧 一般情况下 他们都是会到外面 就自己租房子去了 然后自己要承担一切 而且他们基本上是 从读这个中学的时候 就开始就要 这个周末啊 节假日啊 就要出去打工 就要自己去挣这个零花钱 然后读大学 那么住学贷款 他们就是要以自己的名义去贷款 然后要自己去还贷款 这个父母呢 就是啊 如果愿意支付 是吧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如果说父母说愿意给你啊 就是说我给你买车呀 或者是我给你零花钱呢 或者是我给你买房子 这个这个是另外的事情啊 就是如果他不支付 这也是你自己应该支付的 你他不存在 就是说你必须得给我凑手付啊 是吧 你必须得给我一笔钱 让我子让我去旅游啊 你必须得给我负责出国留学的费用啊 没有这个传统 人家没有这个传统啊 当然了 人家也不存在那个说什么 你必须得养老 是吧 就是你必须得养老 你啃了老 你当然要养老了 是吧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 你啃了老 你当然要养老了 你把老人都啃的 啃的 这个 这个骨头缝里的都 都都没有扎末了 然后他老了一无所用 你就不管他了 是吧 你觉得对吗 所以说中国的这种关系 这种家庭关系啊 其实这个根基大家想想 就是因为离圣经有点远 离圣经太远了 所以就没有形成一种呢 就是双方都自由的 然后各自为各自负责的 这样的家庭关系 也没有形成一种呢 就是中国的孩子长大了 是吧 你长大了成人了 你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了 是吧 你读研究生 是吧 你这个买房 是吧 你出国留学 其实你应该自己负担了 是吧 那中国不可能了 是吧 那都是会要 主要主要都是家长来负担 有些人能能在外面打打工 挣点这个零花钱补充 这个日常的开销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的确是一个 是一个值得我们三思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才开始工作呢 是吧 你应该是在你具备自食其力的啊 这个能力之后 你就应该开始去工作了 不管你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是吧 你力所能及的 你要啊 这个 你得去工作 你得去工作 你不能说我不喜欢工作 是吧 然后呢 我就 我就呢 这个啊 就是这个画园啊 是吧 然后这个啃老啊 是吧 这个这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都不会得到自由 你在你这个青年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你没有让你的父母获得自由 那么同样 等到你的父母不如老年 然后你那个时候 人过中年了啊 你会发现 哇 我上有老 下有小 太累了 你别叫苦 你别叫累 因为 你没有 释放你父母啊 是吧 所以 你就得担起这个担子来 所以说 这种文化 就会造成什么呢 互相捆绑 都不自由 所以我们真的是啊 就是要好好地反思 我们文化里边的很多东西啊 包括 这种啃老的意识啊 然后呢 好意勿劳 这是人之常情 好意勿劳 这的确也是 谁不想拖篮啊 是吧 是吧 但是你要 要克服 要克服 要勉励自己 要 要留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情 自己干 像我回想 我这一生啊 真的是 我从19岁就开始工作 到现在 我马上 我马上再有半年呢 我就49岁了啊 我就工作30年了啊 我就工作30年了 而且我 看样子 我还会一直工作下去啊 我之前曾经说过 我说 我不考虑退休的事情 因为我不会退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后半生 是要为主做工 前半生主锤炼我啊 锤炼我 然后让我去 去教书育人30年 获得了啊 能够啊 这个为主做工的能力啊 一个基础 那么我的后半生啊 要报答主恩啊 因为前半生主给了我这么丰富的恩典 这么多的慈爱啊 我的女儿是吧 我的侄女是吧 我的这个家人呢 都如此的这个啊 这个蒙主的爱是吧 他们两个孩子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英国啊 真的 一个农村家庭 能够有这样的结果 真的是感谢主 然后我也啊 来到了美国 圆了我17岁时候的梦想啊 这如果没有神的恩神的爱啊 这个是实现不了的 但是我也必须要说 这其中离不开我自己 一直艰苦做工 真是一直艰苦 我从来从来没有说 我不干了 是吧 我不想奋斗了 然后我从来没有说 哎呀 我还年轻 是吧 然后我单身 我找一个好人就嫁了吧 然后找个有车有房 有公司 是吧 有事业 然后就让 就往那里边 就是每天 就上上班 摸摸鱼就行了 我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没有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选择 这样的生活 我就选择自食其力 然后一直这样 我觉得这是蒙神喜 蒙神的这个恩赐的 也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也就会得到神的这个恩典 得到神的爱 所以我要把我的后半生 完全的献给神 为主做工 然后传福音呢 现在我是在油管上传福音 那么我不知道以后 还会有没有变化 也许会有 那要看神的带领 要看神的安排 所以我才会说 我不会退休 我会一直工作到 我的生命终止 因为我觉得很喜乐 我觉得很喜乐 所以大家你看 你每天看我的节目 是吧 你如果看我的节目 看的时间比较长 看了有一年了 或者说 我那些一直跟我很熟悉的朋友们 就不用说了 是吧 一直跟我 以前在国内上网课 上了这个六七年的人 也不用说 大家都很熟悉 你看我什么时候说 哎呀 这个 这个我不想 我怨恨工作 我不工作了 然后我对这个人生 对世界 对他人 对陌生人 充满了这个怨恨 没有 真的没有 就是我永远都是 有这样一种 这个就是 好像充满了这个 力量 energy 是吧 然后呢 永远都是笑口常开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都在工作 工作让我快乐 就像我女儿小的时候 写过一首诗 是吧 又有男生喜欢我 是吧 让他们喜欢去吧 我只喜欢学习 对 又有人在骂我 又有人在嫉妒我 又有人在呢 这个暗戳戳的 在讽刺我 让他们去做吧 我只喜欢工作 我只喜欢为上帝工作 所以工作的人 是永远会年轻的 工作的人是 永远充满喜乐的 工作的人也是蒙神的恩典的 工作的人是快乐的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工作到老吧 享受生活 热爱工作